早上六点不到 海星游泳协会成员和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就陆续到外木山 海星游泳协会一带的海域 一起打捞漂流木和垃圾 总共打捞起预估有1500到2000公斤左右重的漂流木和垃圾 避免来这里细水和游泳的民众被割伤的意外情况发生 也减少海洋的污染 我们也感谢所有的海星志工来协助帮忙做海洋的浸探 其实我们后面看到相当多的垃圾 那这些都是我们大概利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针对我们这个海星附近 然后所有的不管是飞行物、垃圾或服务 把它做一个清理干净 那我们也要再次呼吁大家来这边玩水的时候 其实垃圾真的不要乱丢 然后我们共同来为海洋共性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再加上夏天到来 这个海域充满细水游泳的人潮 不过因为漂流木和垃圾多影响民众安全 市议员张炳君特地号召海星游泳协会成员一起打捞 不过因为漂流木涉及法令问题不能随便带走 因此只能够伤请基隆市环保局协助运走处理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